这是前一段时间种的芹菜啊 长得不小了 然后这是种的生菜 四两天时间了啊 生菜 下面种的稍微早一些 种的这个紫色生菜 这边是孔学菜 孔学菜也有薄皮的功能 现在明显感觉有点缺水了 因为这个菜有十来天比较忙 没有管他们 我估计啊这个 这个吸完水的营养液 这个依稀值应该比较低了 我们用这个依稀检测笔去检测一下 然后也就在1.5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价格 看一下这个 这个稍微高一些 比原料多一些 这种叶菜啊 它那个不是说需要多高的肥料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营养液 但是呢 现在看一下 基本上都在1.5左右 因为我这边基础的地下水的依稀值 都1.2 1.3了 所以很明显 这个肥料中度达不到了 正常的话 这个叶菜啊 你看好比我们这 基础依稀在1.2 1.3的这种 地下水的情况下啊 这个叶菜正常在生长养分提供的 一般建议这个依稀值呢 控制在2 或者2点多 2.1 2.2 都没问题 如果像你想到南方 那个地下水的依稀值啊 比较低 一般是在0.4啊 0.5 0.6 这种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的依稀值啊 控制在1.5 1.6 或者最高1.8 啊 这个叶菜的生长啊 都没问题了